這個絕對是歷史留名的照片 堅毅 勇敢 就愛國嘛 大加分了啦 上次辯論 川普是贏了拜登的總統大選 這次這個槍擊他的表現 是贏得參議院 英雄歸來那個姿態 歷史象徵感才太強烈了 民主黨真的是很倒楣 好運來了 連上帝宇宙都繞著你轉 我這個事實上 要看一個領導人處理危機時刻 要看領場反應 我今天看到紐約時報有一篇文章 紐約時報是很偏民主黨的 可是他對川普這個領場的表現 他只有嘆服兩個字 他說那個就是他的政治本能 因為有一些細節是這樣的 因為他當場發現他流血 那特勤人員衝上來 要他立刻走開 等於就是大家低著頭就要走開 就是這個畫面 對 那川普認為他必須對群眾有交代 因為群眾那麼多人 他不願意走 結果他就講了一個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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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他就講 就舉出手的這一個 對 然後後來講三個fight 然後群眾 他是在 他鞋子掉了 後來他就在找那個鞋子 那群眾就跟著喊 U.S.A.U.S.A.U.S.A. 這個我們幾乎可以說 總統大選出現這種 iconic moment 不容易 這個絕對是歷史流民的照片 對 有人已經把他類比到那個 流氓島浴血戰那個 不是因為有點像 就拿了每個國旗在旁 構圖有點像 對對其實那個攝影師 真的蠻厲害的 他真的很厲害 立刻抓到這個構圖 那剛好有美國國旗 我甚至已經想到 共和黨大會 搞不好背景就是這個畫面 因為現在連T恤也出來了 是啊 我們看到這個T恤 最近這件T恤 那就是有YouTuber很厲害 他就說做了這一個 然後呢盈利呢 會百分百給川普的競選團隊 台幣賣735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政治人物的臨場反應 他反映出幾個特質 第一個就是堅毅 勇敢 那美國你也知道 叫愛國嘛 那而且他是從容離開 不會失態 對 他其實表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危機時刻就是幾秒鐘 幾秒鐘 那你所展現的那個 從容不破 他有對人民有所交代的 那個負責任的一個姿態 我覺得光是這個 就大加分了啦 所以今天 我看很多那個 網路上的留言都在講說 上次辯論 川普是贏了拜登的總統大選 那這次這個槍擊他的表現 是贏得參議院 意思就是 共和黨搞不好會全贏 這當然是 這假設未來沒有 沒有重大變數啦 那 而且我覺得那個 拜登的回應真的太弱 支離破碎 這個 也展現出民主黨的 目前的內部的一個混亂 而且民主黨因為這件事啊 因為川普突然之間變成有點 因為人家是受傷嘛 然後被人家公認為是一個英雄嘛 所以民主黨停止所有的文宣攻擊 其實這個會導致一個後果 就是未來民主黨要重啟 對川普的攻擊啊 他要有一定的正當理由 而且川粉啊 共和黨的選民 把這件事情直接歸咎到 就是你拜登的文宣跟民主黨的媒體啊 一路醜化 把川普兩年來惡魔化 的一個激化的結果 我覺得這個對民主黨也會讓他陷入一種被動 被動的手勢 所以我們不管最後競選來講 或者是川普的個人表現來講 這個都是超級大力多 所以今天我看到兩個 立即做的政治期貨交易 川普都是暴增 都是暴增 那這個 反正接下來我們就知道 是共和黨的大會嘛 那他一定是以一個 英雄 英雄歸來那個姿態 那這個 而且有人去問了一些中間選民 分成兩類 一種是年紀大的 可是他從來沒有支持過共和黨 那開始有人說他要投給川普 他沒有說他參議院要投給共和黨 他說他要投給川普 就是被他這個行為感動 他看到 那第二個是年輕人 就看到他 那個充滿活力 他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 他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 所以 當然他們對比的就是拜登 拜登那個心智出現問題 然後老太隆忠 然後回應又顯得有點 無力啦 這樣一個對比啦 我認為 光是他所發生的這個地方 這個巴特勒 巴特勒是賓州裡面的紅區 可是他是一個小鎮 人口只有一萬多 可是我認為這個會渲染開 搞不好民主黨 對民主黨 輸掉兵州 那輸掉兵州 對民主黨是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民主黨現在寄望的就是 有幾個藍州 他無論如何要贏下來 一個是Michigan Michigan現在州長就民主黨 另外一個就兵州 那兵州很可能會輸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氛圍 而且這個歷史象徵感 才太強烈了 就在這個地方 太強烈了 而且本來就相差很少 那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 兩個percent 就翻了 就翻了 所以我覺得 民主黨真的是很倒楣 而且我最近看到一個民調 這民主黨看到大概會嚇壞 我最近看到New Jersey 那川普竟然贏兩個percent New Jersey這個地方40年 對 共和黨沒有贏過 結果川普現在竟然贏兩個percent 所以我跟你講 那個參眾議員一定會非常憂慮 尤其是參議員 因為參議員是一對一嘛 對 那我跟你拜登連上了 我不倒大美 所以我是覺得 現在就有人說 賓州那個民主黨的參議員 可能會輸掉 是 影響很大 那對啊 因為參議員他們只差一席啊 是啊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真的是 這個好運來了 就是 連上帝宇宙都繞著你賺這樣 實在是 不可思議啦 反正就發生這樣的事件 因為 民主黨這些大佬 真的是很不負責任 佩洛西奧巴馬 都講一些蒙尼兩可的話 對 你真的要是要退嗎 好像沒有 可是那個Bernie Sanders 他表態支持拜登 所以就變成這種狀況 那 參議員 目前真正出來表態的 我只看到兩個人 對 這兩個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局 真的就是卡在民主黨的大人 要不要負責任 那我坦白講 我是認為他們認為已經輸了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那是拜登選可以撐住參眾 在這個眾議院 還是賀錦麗選可以撐住眾議院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裡面一些大咖 應該很多人對賀錦麗蠻了解 覺得賀錦麗會引發另外一種 就是程度相當差 那不是心智的問題 我今天聽到有一個人做的比喻 說拜登就像是 已經開始故障的電燈泡 一下亮一下不亮 那現在就是看他能不能撐到11月 維持可以亮的狀態 或者不亮的情況 盡量低於10秒 10秒 這個拜登只要故障超過1分鐘 我跟你講就完蛋了 就真的就完蛋了 未來 因為連這次北約峰會 這個哲倫斯基可以叫成普京 這已經是匪夷所思了 然後賀錦麗又叫成了川普 所以網路上就出現一大堆合成畫面 你也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不斷的 你可以去想像 你對比的一個是 就是這個英雄級的人物 然後你是不斷講錯話 不斷做錯事情 那那種強烈的對比性 那那個參議員怎麼辦 參議員一區只有一個 對啊 那誰敢跟你站在一起 都崩得很緊的狀態這樣 有些參議員 主要是參議員 參議員 因為有一些是經營得很好的 還比較不怕 參議員真的是不得了 有三分之一要改選 那搞不好還有州長 州長又有13個要改選 所以我覺得大家只是不講話 因為選一席的 大家都不想得罪人 所以那些人都不講話 就是這樣 或者今天沒輪到你選了 你才講話 可是選舉中的人坦白說 心裡都不知道該如何示好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